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记住吸引力法则指出 无论你吸出去的是什么 都一定会收回来 你可以将吸引力法则 想象成镜、回音、回力棒 又或者影印机 这样会更明白到底要想象 而且感觉些什么 吸引力法则就好像一面镜 因为镜可以确切反映它前面的东西 吸引力法则就好像回音 无论你讲出哪些说话 传回来的回音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吸引力法则就好像回力棒 你担出去它一定会回你手上 吸引力法则也都好像影印机 无论你放进去的文件内容是什么 它都可以完全复制 然后你会拿到一模一样的影印本 几年前我去巴黎工作 在某条街上走的时候 有一位女士匆匆忙忙地从我身边走过 身上穿着我见过最漂亮的裙 繁复的细节 诠释了巴黎风格 我对那条裙的反应是 爱 好漂亮的裙啊 几个星期之后 我回到澳洲的墨尔本 有一天我好开心地开车上班 但是就因为某车的驾驶企图 在十字路口违规回转 而被逼停车 当我转向车窗外 看着店家厨窗的时候 发现了在巴黎街上面 那位女士穿的裙 款式是一模一样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抵达办公室之后 我打电话给那间店铺 知道他们收到来自欧洲的那款裙 只有一件 就是厨窗里面那一件 当然 那条裙是完全符合我的尺寸 当我去店里面 要买它的时候 已经降到半价了 而且店员告诉我 他们其实没有订到那条裙 他就这么意外地 出现在那次的订单里面 我只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那条裙带到我面前 去爱它 从巴黎到澳洲郊区的街上 一模一样的裙 透过种种状况和事件 来到我面前 这个就是爱的吸引力 这个就是爱的吸引力法则 发挥了作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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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